当地时间3月18号晚 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丹尼斯·米伦伯格 在埃塞航空客机失事后首次公开发声 他对埃塞航空和试航的遇难者表示哀悼 并表示正与美国当局合作调查这两起事故 米伦伯格还表示 埃塞俄比亚事故调查局将会决定 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公布进一步细节 波音方面会全力配合调查 提供必要技术支持 确保飞机安全可靠的旅行 是波音公司坚持的理念 地上 衣证机探某查局 研究部阂计金指导 图理部队里面お圆会 发现我们的艺术码icar众 艺术码医联系组 在说明确保和感应 必要保持他们的民族 工程的理念 正在说明是我们的练习